最近点播率特别高的一个案子是进入超案 很多朋友留言都想听这个案子 那么今天开始呢 就为大伙来讲述这一期惊天爆炸大案 这事呢 因为是发生在河北石家庄啊 我又是河北人 所以小时候对这个案子印象还挺深的 那时候好多媒体啊 也都在报道 乡里乡亲 街里街坊的 也都在聊这个案子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是2001年 在当年的3月16号凌晨 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一片静谜祥和 谁都想不到一起惊天爆炸大案即将发生 凌晨4点16分 石家庄市长安区御才街国眠三厂宿舍15号楼16号楼 相继发出了生生的巨响 15号楼西侧厚重的外墙被炸开了一个大洞 和他相邻的16号楼呢 伴随着巨响 倾客间 一为平地 4点30分 长安区和平路市建一公司宿舍一号楼发生爆炸 第三单元被炸塌 4点45分 新华区电大街13号市五间公司宿舍楼发生爆炸 其中第一单元倒塌 5点01分 桥东区玉华路民进街12号一个居民二层小楼再次发生爆炸 这个小楼一侧的地面啊被炸出来一个大坑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 108名无辜的群众永远告别了自己的亲人 同时38人受伤 接受治疗 这爆炸声啊 惊醒了正在酣睡的石家庄人 也震惊了全国 甚至是震惊了海内外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紧急抢救伤员处理现场 安置善后等工作迅速而又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这时候放在大家脑海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是谁做的 谁是罪魁祸首 怎么样尽快缉拿犯罪分子 3月16号中午12点半 爆炸事件发生不足8个小时 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工作之中 一名犯罪嫌疑人纳入了公安民警的视线 他叫靳如超 当年41岁没有工作 1988年因为强奸罪 曾经被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判处10年 有期徒刑 经过公安人员缜密的调查和分析 犯罪嫌疑人靳如超的马脚逐渐的暴露出来 靳如超住在被炸他的国民三厂宿舍16号楼二单元201市和住在301市的一家人呢 因为房屋纠纷长期的呢 不和 关系不好 他曾经就扬言我要把这楼给炸了 国民三厂宿舍15号楼被炸的墙洞里面就是靳如超继母所住的房间 靳如超和他的继母啊 矛盾也非常的深 关系呢 很不好 靳如超的前妻上美兰的父母住在被炸的长安区和平路市建一公司宿舍一号楼 靳如超呢 对上美兰当时向他提出离婚一直是耿耿于怀 另外一个爆炸地点 新华区电大街13号市武京公司宿舍楼 是上美兰与后来的丈夫啊一起居住的地方 被炸他的桥东区玉华路民进街12号二层小楼呢 原来啊 是属于靳如超的亲生母亲所有的 但是2000年7月份被靳如超的姐姐靳李香私自卖给了别人 只分给了他一万块钱 由此姐弟俩产生纠纷 为了防止报复 靳李香甚至一直不让靳如超知道他的家庭住址 那么他不知道该找谁复仇了 干脆你不是把这房子买去了吗 我就炸你 据他的姐姐靳李香后来介绍说呀 靳如超呢一直就喜欢摆弄炸药啊硫磺啊 家里边呢还专门收藏有介绍炸药制作和使用的化工书籍 他早在1988年之前就在家里边啊 试验过炸药 可是让大家想不通的是 即使有再深的矛盾 靳如超为什么要做这样一起惊天大案呢 他难道不知道做完这起案件之后也就代表走上死路了吗 原来啊 靳如超在做这起案件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他就已经因为冲动杀过人了 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是杀人犯 索性不如把有矛盾的人一起全部解决掉 那么他之前杀的是谁呢 他呀 在云南杀了他的情妇 韦志花 这个韦志花 和这靳如超 是怎么认识的呢 在2000年的时候 韦志花呢 被人拐骗到了河北联城 嫁给了一个残疾家庭 但是韦志花呀 死活不愿意 从那家跑出来之后 韦志花身无分文 在石家庄市附近呢 饿得直发昏 在路边直在那哭 正好被过路的靳如超看见了 靳如超呢 就把韦志花带回家里了 韦志花的母亲后来说 靳如超的目的就是要韦志花做他的老婆 要不他也不会那么好心 跟着靳如超到了石家庄的韦志花 还高兴了一阵 但是时间一长啊 他就受不了了 这靳如超性情粗暴 动不动就会对他拳打脚踢 在两个人相处的三个月的时间里 靳如超暴打了韦志花很多次 并且靳如超呢 因为强奸罪坐过牢 前妻也跟他离了婚 出狱之后啊 他还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 有一回呢 靳如超让韦志花到商店里边去偷洗发水 从来没偷过东西的韦志花被店主发现了 罚了160块钱 回到家之后 韦志花遭到了一阵暴打 后来啊 韦志花好心的姐姐啊 也有说是她的嫂嫂 就看见韦志花经常受到凌辱 就偷偷的告诉他 说我这个弟弟啊 脾气太坏了 你跟着他 过不了日子 你啊 赶紧找个机会 逃跑吧 并且呢 暗中资助了韦志花600块钱 在2000年农历十月十九 韦志花逃出来了 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云南马关县 后来靳如超 发现韦志花走了之后啊 就也来到了云南 韦志花的初中同学王林琴回忆说 在凶杀案发生之前呢 他曾经见过靳如超一面 大约呢是在2001年2月末 有一天呢 他正在姐姐家里帮忙做事呢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就向他问路 打听韦志花的家 王林琴抬头一看 当时吓了一跳 说面前这个人怎么这么吓人呢 脸上坑坑洼洼 脑门贼亮 一脸的凶像 当时靳如超啊 背着一个绿色的帆布包 手里边呢 还拎着一个小包 王林琴当然知道韦志花家住哪 但是他被靳如超的这个凶像给吓住了 赶紧说自己不知道 靳如超这个人呢 耳朵不太好用 有点耳聋 他呀 把要打听的东西呢 写在手上 王林琴对这个事 印象特别的深刻 最终啊 靳如超 还是找到了韦志花的家 时间呢 时间呢 是二月二十三号 靳如超 在韦志花的家里面呢 从二月二十三号 一直待到了三月九号 是农历的二月十五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的时候 韦志花跟靳如超啊 因为回不回石家庄的事 在厨房发生争执 恼羞成怒的靳如超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转身抽出了挂在墙边的柴刀 就砍死了韦志花 据韦志花家人看到的现场说呀 韦志花是被残杀在厨房门后的水缸旁边 头盖骨都被砍碎了 鲜血四溢 脑浆四溅 之后 他的母亲宫里先进门的时候 还发现了两块头盖骨 靳如超杀完人之后 把韦志花从水缸边拖到了里屋 用塑料袋 把韦志花的头给罩住 并且把他塞在了床下 还把自己的黑色西服脱下来 扔在了床上 靳如超随后 不慌不忙的锁好了韦家的大门和厨房门 离开了韦家 但毕竟是杀人 靳如超慌忙之中了 忘记了自己的部分行李 在走出很远之后 又返回韦家 取自己的行李 经过当地公安鉴定 韦志花呢 是死于当天下午两点左右 家人回家 发现韦志花尸体的时候呢 已经是下午五点 靳如超这时候早就已经逃跑了 下午他在逃跑的时候啊 村子里的一些村民呢 还看见靳如超离开 他们还琢磨呢 哎 怎么这韦志花没跟着呢 但是谁都没想到 靳如超杀人了 杀了人之后的靳如超 就琢磨着 反正我已经是杀人犯了 索性就再干一票大的 所以他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特大爆炸案 爆炸案发生之后短短几个小时 警方就基本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就是靳如超 这个工作 对石家庄市三一六特大爆炸案的最终告破 功不可没 兵贵申诉 几个小时之后 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 在全国通缉靳如超 印有靳如超详细体貌特征的通缉令 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为最终将靳如超抓获呀 争取了时间 可此时的靳如超 早已经不在石家庄逃之夭夭了 警方是如何抓获他的呢 靳如超整个作案过程又是如何呢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 石家庄三一六特大爆炸案 警方啊 很快就将靳如超列为了犯罪嫌疑人 可此时的靳如超呢 早已经不在石家庄了 2001年3月20号晚上七点 公安部发出紧急通知 部署从3月21号零点至23号24点 组织为期三天的全国集中统一搜捕行动 击查重大犯罪嫌疑人进入超 通知呢 要求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加强领导 充分准备全景参战 全力以赴 周密部署不留死角 同时注意发挥基层质保组织的作用 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当天晚上八点钟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闻警而动 迅速落实公安部部署 作为自1983年追捕二王以来 我国警方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搜捕行动 拉开了序幕 从白血挨挨的北国临海 到绿莹婆娑的南疆椰林 处处都有公安民警警惕的目光 灰灰法网 全面洒开 犯罪分子插翅难逃 一场全方位不间断 击捕重大犯罪嫌疑人禁如超的战斗 打响了 在各级党委 政府和公安机关精心组织 迅速布下天罗地网的同时 事发地的河北警方通过深入调查 走访群众 发现目击证人二十多名 准确的勾勒出禁如超的体貌特征 掌握了他的社会经历和案发前后活动的基本情况 同时呢 通过查阅禁如超 1988年入狱时的刑事犯罪资料提取了他的指纹和照片 3月20号晚上河北警方调集警力进行了地毯式的拉网清查 到22号晚上8点 全省共出动警力近6万人 车辆7000多台 设卡600多个 一共清查重点部位11万处 出租房屋3.3万处 检查车辆28万多台 在查击犯罪嫌疑人进入超的过程之中啊 各地公安机关的全警参战 广大公安民警夜以继日连续作战 各地铁路交通民航公安机关在车站 码头机场等处 以及火车轮船长途客车上认真组织搜捕 严防犯罪嫌疑人出逃 广东省公安厅针对进入超刑满释放后 曾在广州深圳等地做过生意 有可能逃到广州藏匿的情况 命令有关公安机关民警 对辖区内的重点部位和场所进行反复的清查 为了确保查补行动的各项措施 得到贯彻落实 各地的公安厅公安局一把手主动作为第一责任人 明确提出实行责任倒查 每一名参战民警啊 忍守一份通缉令和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残暴的犯罪分子进入超 在石家庄犯下的惊天血案 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为了尽早的抓获罪犯呢 许多群众积极主动的提供破案线索 给公安机关迅速侦破这起特大爆炸案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河北省各级公安机关通过印发通告 发表电视讲话 发放犯罪嫌疑人照片 电台广播公布举报电话等多种方式 广泛宣传 让大家了解了犯罪嫌疑人进入超的特征 大家向警方提供了50多条有价值的线索 3月22号晚上8点半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监狱的职工陈学球 下班之后 驾驶摩托车 途经浮城至北海公路的时候 突然从路边的丛林里边窜出来一个男人 拦住车 并且要求搭乘前往河浦方向 陈学球在跟这个人交谈的时候 发现这人听觉有障碍 口齿不清 仅仅是用手示意指路 还要求把车停在阴暗处 行迹可疑 陈学球顿时觉得这个人的体貌特征 跟这几天大街小巷贴的通缉令上犯 罪嫌疑人进入超很相似 他呀找机会在海城区妙山村委会附近停车 不再搭乘这个人 等这个人离开之后呢 陈学球迅速驾车 赶到附近的高德镇边防派出所报案 在辨认通缉令上的照片的时候 陈学球几乎是喊了出来 太像了 高德镇派出所赶紧把这个情况报告北海市公安局 市局领导立即带领行政人员赶赴高德镇 随后又调集权势各警种赶往现场 经过沿途查访 警方发现呢 这个可疑男子在附近的杂货店 还买了一瓶饮料和香烟等物品 公安人员对这个男人触摸过的物品和钞票 进行检验 经过提取指纹比对 最终认定 这就是进入超的指纹 进入超出现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北海市公安局立即全警总动员全力出击 在可疑男子出现的地方 以及周围进行大规模的搜查 并且下令对北海所有的进出口 进行严密设计 3月23号 凌晨4点20分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负责人连夜赶到北海 成立了统一搜捕前线指挥部 早上7点半 北海市公安干校6个民警啊 正在北海市交境海镇军屯村附近呢 执行搜索任务 这时候一个男青年骑着摩托车飞驰而来 报告说有一名与进入超特征相似的男人 往村头的龙头江水库方向逃窜 两个民警立刻跨上了那青年男子的摩托车后座 向水库方向追过去 六名民警顺限追查 在团江小学附近发现一名背着编织袋 匆匆逃跑的可疑男人 看到有民警追赶 那个男人呢 立刻丢掉编织袋 往干涸的库区逃窜 民警紧追不舍 这个男人呢 已经精疲力竭了 实在是没力气了 只能是束手就擒 此时是上午的8点20分 在民警面前 这个口齿不清的男人 对民警说 你们不用问了 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人 民警从可疑男人身上 查获身份证 离婚证和云南省马关县 伪志花的身份证等物品 并且从他丢弃在树丛里的编织袋里面 搜出了365克销鞍炸药 34枚雷管 以及1000多元现金和火车票 汽车票 交通图等物品 经过提取这名男子的实质指纹进行比对 认定此人就是公安部通缉的重大犯罪嫌疑人 禁如超 禁如超落网了 全体参战民警一片欢呼 经过初步审讯 禁如超对实施石家庄市316特大爆炸案 和云南省马关县杀害伪志花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2001年3月9号 禁如超在云南省马关县把伪志花杀害之后 从昆明乘坐飞机转到天津 前回石家庄 3月13号 禁如超在河北某地用900元 向非法加工制造炸药的不法分子购买大量的销鞍炸药 随后呢 他谎称购买积资料 雇用出租汽车和三轮摩托车分批把炸药偷偷运回 石家庄附近藏匿 3月16号凌晨两点左右 进入超有多次雇用出租汽车和三轮摩托车 并且花钱雇开车的司机帮他把这些炸药分别运到石家庄市国眠三厂宿舍 十五十六号楼等四处爆炸地点打算把他仇视的前妻一家以及自己一直怀恨在心的亲戚和邻居都炸死 凌晨四点十六分开始进入超一个一个的点朝雷管和导火索引爆炸药开始他罪恶疯狂的犯罪行动 他交代其中有三个爆炸地点他是在听到爆炸声看到砖头飞出来之后才逃跑的 引爆最后一个爆炸点之后 进入超搭乘出租车向南逃跑 来到原市县收费站前100米处的时候 进入超提出下车并且步行绕过了收费站 随后呢他搭乘一辆面包车经过邯郸郑州等地一路上换了很多自车逃往广西 3月21号他到达北海市发现车站路口啊到处都贴有公安部的通缉令 他惊恐万分不敢住旅社整天呢就躲在野草丛里边 公安机关证实 进入超的供述与公安机关对现场勘察侦查所掌握的情况相一致 可以认定此案是进入超所为 滥杀无辜罪则难逃 疯狂实施316特大爆炸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进入超 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1年4月29日做出了最终的判决 进入超和非法制造买卖炸药的王玉顺郝凤琴被判处死刑 非法买卖爆炸物的胡小红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同样在2001年4月29号进入超 王玉顺郝凤琴被执行死刑 如果每天早晨醒来 我们都会失去自己之前的所有的记忆 那么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似乎是一个天马行空的问题 好像很适合拿去拍一些悬疑剧或者电影 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这种事情在一个叫做亨利的人的身上 真实发生了 并且持续了55年 这位亨利他生前唯一的职业就是病人 而他死后却享受了和爱因斯坦一样的待遇 他的大脑被切成了2000多片 并且进行了详细的扫描和分析 这次大脑切片的整个过程都在网络上全程直播 在三天的直播过程中 全球有超过40万人去观看 这倒不是为了看热 而是为了铭记这个伟大的失忆者 亨利他的全名叫做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 1926年 他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曼彻斯特 他父亲是一个电工 母亲是一个家政工人 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 在七岁之前 亨利和其他的男孩子没有什么不同 他也喜欢运动 喜欢和其他的小朋友大成一片 开朗又活泼 但是在七岁那年 他发生了一场车祸 那场车祸其实也不严重 赵氏车辆是一个自行车 他被自行车撞到了头部 擦破了皮 流了一点血 在当时看来 这仅仅是一场小意外 亨利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他甚至都没有哭 几分钟以后 他就拍拍屁股站起来 继续玩去了 直到十岁那年 他突然患上了轻微的癫痫 这好好的孩子 为什么会突然得上癫痫呢 母亲认为肯定是当年那场车祸导致的 但这只是一种猜测 如果车祸真的对亨利造成了某些影响 为什么在三年之后他才发病呢 其实后来的研究认为 亨利的癫痫更有可能是来自父亲的遗传 因为他父亲的家族中就存在癫痫病史 而那场车祸有可能仅仅是一个诱发因素 引发了癫痫的发作 好在一开始 他的癫痫症状不严重 亨利的生活和其他孩子 也仍然没有什么太大不同 他仍然可以踢球 可以玩滑板 甚至在13岁那年 他还在父亲和飞行员的帮助下 开了一次飞机 这段经历对他来说 是非常珍贵和美好的 以至于在后来失去记忆的55年中 他仍然能够清晰的回忆起 当时开飞机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这些愉快的日子 在他15岁生日那天彻底结束了 那天本来父母给他准备了一场生日派对 可是亨利却突然在饭桌上抽搐起来 一家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他送到医院 一检查发现亨利的癫痫 已经在无形中变得比较严重了 从那以后 他的病情愈发加剧 发作频率也明显增加 一旦发作 他就会口吐白沫 全身剧烈抽搐 这让他觉得自己在其他同学面前 颜面尽失 的确当时很多小朋友会去嘲笑他 于是渐渐的 他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不再和同学们交流 也不再参加任何的娱乐活动 心理因素很可能对他的病情恶化 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之在15岁之后 他的病情恶化速度突然加快了 渐渐的在16岁时 随着发病频率越来越高 他不得不从高中休学 频繁的长时间的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一直到了21岁那年 他才勉强完成了高中的学业 由于无法继续念大学 他只能尝试去打一些零工 他曾经在工厂里修理发电机 也曾经在流水线上组装打自己 但是经常发作的癫痫 让他无法长期胜任这些工作 他随时都有可能发病 每周都会晕厥好几次 所以往往干不了多久 他就只能辞职回去 其实在不发病的时候 亨利仍然是一个正常人 因于时间他喜欢看杂志 听广播 听摇滚乐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他也会独自出去放松 他尤其喜欢射击 收藏了很多猎枪和手枪 到了1953年 亨利27岁了 此时他已经有了17年的癫痫病史 他每天要服用13次各种不同的药物 但是大量的药物 却依然无法控制他的病情 在严重的时候 他每天可能会发作十几次 这导致他连车都不能开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他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 这让亨利的父母也精疲力竭 十几年来 父母带着他四处求医问药 他们尝试了各种药物和疗法 但是收效甚微 直到1953年 他们找到了当地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 威廉·斯科维尔 威廉医生向他们推荐了一种实验性的手术 这种手术叫做脑额液切除手术 在当时的医学界 人们认为这种手术对治疗精神疾病是非常有效的 认为这是一种能够救人的超前的医术 但是如今的医学界 其实这种手术早已经被千副所指 已经臭名昭著了 因为这种手术就像是中世纪的放血疗法 会对患者造成极大的伤害 甚至会死人 而我们的主角亨利 他就是这种手术的受害者之一 在当时人们对这种手术没有足够的认知 就像当年的人们会把具有放射性的雷水 当作强身健体的神药 那时的人们也认为 这种脑额液切除手术 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 于是当威廉医生向亨利和他的父母 推荐这种手术时 他们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作为一名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 威廉医生 他已经做了30例这样的手术了 因此他对这种手术的风险 不确定性 具有一定的认知 所以在术前 他设计了一套极为严格的操作程序 详细列明了手术中需要切除的部位 其实这种手术的原理 是非常简单的 在那个时期 医生们认为 大脑的额液部分 操控着人的情感 人格等等心理功能 所以只要切除这个部位 和其他部位的神经纤维连接 就可以有效的缓解 由神经和心理问题 引发的一些疾病 比如癫痫 抑郁 精神分裂等等 后来这种手术不断的进化 干脆不切神经纤维了 直接把大脑的额液切除 一了百了 而亨利要做的就是这种手术 1953年9月1号 经过周密的安排 27岁的亨利 终于接受了威廉医生的手术 而这一天 也成了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天 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 他的人生陷入了无限的循环 严谨一点说 是他的记忆陷入了无限的循环 威廉医生给亨利打了麻醉 借助脑电图的监控 他把一根又细又长的工具 从亨利的眼球上方插了进去 在这里插进去之后 能够直打亨利的大脑 接着医生利用工具中附带的抽吸器 把亨利大脑中的内侧涅液 钩回杏仁核 内嗅皮层 以及海马体 全部吸了出来 把这些组织吸出来之后 手术就算是完成了 这些被吸出来的组织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基本上就是把亨利大脑 左右两边大约8厘米长的脑组织 整体给拿掉了 整整8厘米 这相当于脑子里面 直接就少了一块 这听起来确实有些恐怖 但是这些部位的切除 并不会导致死亡 相反 手术很成功 亨利的发病程度和发病频率 有了显著下降 癫痫几乎已经没有了 他的知觉 智力和个性 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一切看上去都很好 唯一有问题的 就是亨利的记忆 因为这场手术 他失去了记忆的能力 他再也记不住见过的人 说过的话 听过的歌 所有新的体验 犹如朝露转眼成空 他再也无法形成新的记忆了 当然 严格来讲 他并不是丧失了所有的记忆 他仍然有记忆 但是他的记忆 只能维持几十秒钟到几分钟 时间一过 或者一旦中途被分散了注意力 那么一切就都变成了新的 他就全都忘了 他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可以正常的交流 吃饭运动 但是几十秒或者几分钟之后 他就会完全忘掉所有的谈话内容和交谈对象 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经常忘记自己吃没吃饭 上没上厕所 这会导致他的生活变得非常麻烦 那么他能记得什么呢 他确实能够记得一些东西 他能够记得手术前大约一到两年之内发生的事情 还能记得大约十几年前的一些事情 以及一些比较重要的大事件 比如他记得自己的父母 知道自己家住在哪里 但实际上他家早就搬了 他记得的是他家之前的老房子 而搬家的事情 他已经忘了 他还记得一些历史大事件 比如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 二战等等 对这样的结果 威廉医生也感到非常的诧异 他对亨利做了很多测试 最终确定 亨利是患上了顺行性遗忘症 和一定程度的逆行性遗忘症 顺行性遗忘症 就是指他无法再形成新的记忆 而逆行性遗忘症 恰恰相反 是指他忘记了过去的很多事情 这两种奇怪的遗忘症 恰好互补 于是可以说亨利的一生 就从此陷入了一个 几十秒为一个周期的循环 他对自己的认知 也永远的就停留在了27岁这一年 对这种手术来说 失去记忆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但是亨利却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个 因为他的失忆情况 具有明显的时间界限 他能够记得之前的一到两年 以及十几年之前是分层的 并且他的手术过程被详细地记录下来 于是亨利就成了研究人类记忆能力的 最佳的实验对象 从那以后他成了一个职业病人 于是在之后的55年里 每一次当每天都会见面的心理学家 出现在门口时 他都以为是初次见面 都会热情地打招呼 说你好 请问你找谁 他当然也不记得 自己其实已经做过了很多很多遍的实验了 也或许正因如此 再加上他本性善良 55年来 只要听到他的实验 可以造福其他人 他总是来者不拒 全力配合 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 威廉医生发现 亨利的失忆情况即使非常特殊 他经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 虽然他的记忆只能够持续几十秒 这导致他无法再学新的单词 但如果对他重复的次数足够多 那么慢慢的 他能够自动去理解一些新的单词的含义 但也仅限于理解 如果让他说 他说不出来 在之后的55年里 借由这些特殊的现象 亨利帮助众多专家和学者们 揭开了大脑和记忆的许多的秘密 亨利最终在2008年去世 很难想象这55年来 他的生活是怎样的 每天早晨醒来 他都在重新启动自己的27岁 就像是很多时空循环 等等类似题材的电影一样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造成亨利如此遭遇的根源 当然是如今早已臭名昭著的 脑额叶切除手术 利用工具切除人的一部分大脑 这光是听起来就已经非常疯狂了 但在当年 这确实就是一种救人的高精尖的技术 而提到这种手术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听起来有点灵异色彩的真实事件 这件事就是美国铁路工人盖琪被铁棒穿头事件 说一个铁路工人在工作时突发意外 被铁棒贯穿了头部 直接刺穿了大脑 但神奇的是 他竟然活了下来 更加神奇的是 活下来之后 他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从一个善良温柔的人 变成了一个邪恶暴躁的反社会分子 朋友们都说 他被魔鬼给夺赦了 他已经不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盖琪了 这件事要更加古老 发生在1848年 当时25岁的盖琪 他的工作是帮助铁路公司 在铁路沿线上爆破岩石 清理场地 在那年9月份的一天早晨 盖琪像往常一样来到工地 在选好了爆破地点之后 他就在地上钻了一个洞 把炸药给塞了进去 接下来按照工作流程 旁边的同事会把沙子填进这个洞里 把炸药给埋在下面 这样做的目的是控制爆炸波及的范围 在这些沙子填进去之后 要用一根铁棒插进洞里 慢慢的把这些沙子给夯实 然后就可以点火爆破了 但是在当天工作的时候 盖琪他也不太认真 他一边干活 一边和旁边的同事聊天 在把炸药放进洞里之后 还没等同事把沙子给倒进去 他也不看 直接就把铁棒插进了洞里 结果就在一刹那 铁棒和岩石摩擦产生了火花 轰的一声炸药就爆炸了 洞里的铁棒瞬间飞了出来 好巧不巧 直接刺进了盖琪的头颅 这根一米长的铁棒 从盖琪的左脸下方刺入 又从左眼的眉毛上方穿出 之后还挂着盖琪的一些脑组织 飞到了二十多米外的地面上 而盖琪当即摔倒在地 浑身抽搐 接着就陷入了昏迷 在场的工人全都吓傻了 被铁棒刺穿头颅 他们以为盖琪已经死了 可是仅仅过了一两分钟 盖琪竟然睁开了眼睛 自己爬了起来 像正常人一样和别人交谈说话 好家伙 同事们又给吓了一跳 赶紧叫了一辆车 把他给送到了医院里 当时看到盖琪这个情况 医生们也非常震惊 只见盖琪头上身上全都是血 通过头顶的伤口 直接就能够看到里面的大脑 在慢慢的蠕动 好多碎裂的骨头渣就粘在上面 看起来非常吓人 可是明明头部受到了这么严重的伤 盖琪却仍然保持清醒 甚至还能和医生交谈 讨论自己到底伤的有多重 医生看了立刻采取措施 除了消毒 又小心翼翼的 帮他把脑组织上面的碎骨头 给清理掉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 盖琪的伤口终于不再渗血 也被包扎好了 而在整个过程中盖琪的神志一直保持清醒 甚至在手术之后 他还能远程指挥工地上的其他工作 但此时他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 盖琪的伤口出现了感染 几天之后 他开始发烧 神志不清 于是医生们只能再一次帮他做手术 清理了伤口附近的脑肿 又帮他把已经失明的左眼做了缝合 后来盖琪在医院里又继续住了很长时间 期间他多次陷入昏迷 医生觉得他几乎不可能活下去了 但神奇的是 在养了一个多月之后 他的病情竟然奇迹般的得到了控制 身体也逐渐恢复了 后来在完全康复之后 盖琪又回到了工地上工作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同事们却发现盖琪变得非常不对劲 虽然他平时工作交流等等都没问题 但是现在的盖琪却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大家的印象里 盖琪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 性格温和 平易近人的人 但现在呢 他判若两人 他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 经常骂人 甚至有时候还动手打他的手下 在工作上 他的风格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他做事开始变得毫无张法 缺乏耐心 他以前是一个非常果决的人 现在呢 却变得优柔寡断 反复无常 大家都觉得盖琪已经不再是盖琪了 正因此 后来体路公司把他辞退了 他又辗转了很多地方 换了好几份工作 但是都干不长 直到1986年 37岁的盖琪因为癫痫发作 去世了 虽然他也属于英年早逝 但是不可否认 他在一场必死的事故中 成功活了下来 并且继续活了12年 这是一个奇迹 但抛开奇迹不谈 他的性格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呢 这引起了各路专家的极大的兴趣 也正是因为盖琪这件事 催生出了脑额叶切除手术 在这起事故中 盖琪的大脑被刺穿 而被刺穿的部分 恰好就是他的大脑的左额叶 之前咱们说了 鹅叶是大脑中负责认知的部分 它影响着情感 思维 人格和记忆等等 它的体积占到了整个大脑的三分之一 鹅叶如果受损 它不会直接影响生命 这也就是盖琪没有死亡的原因 鹅叶受损更多的是带来患者性格上的变化 这也就是盖琪他的性格突变的原因 当然在事发的19世纪 大家是不懂这些的 彼时人类对大脑的研究还非常原始 也正是因为这起事件 当时的医生们对大脑额叶的功能 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们首先拿猴子做实验 发现在切除了猴子大脑的额叶之后 原本活泼的猴子会变得非常呆板 非常冷淡非常孤僻 它的反应也会变得很迟钝 至此大家才意识到 鹅叶应该会影响人的情绪和性格 后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 一个葡萄牙的神经外科医生 安东尼奥·莫尼兹 他因此受到启发 开始在人的身上做实验 当时他遇到了一个偏执性人格障碍患者 那是一个中年女性 为了治疗他 莫尼兹就打算在他的大脑额叶上动一下手脚 在对患者麻醉之后 他在患者的头颅两侧各钻了一个小洞 接着他把高浓度的酒精灌了进去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破坏额叶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神经纤维 这就是脑额叶切除手术的原型 这位患者很幸运 他最终活了下来 他也的确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暴躁和偏执了 取而代之的是冷淡和孤僻 除了经常恶心呕吐 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后遗症 而这给了莫尼兹极大的信心 从那以后 他经常利用这种手术来治疗类似的心理疾病 然而实际上这种手术是相当危险的 我们想直接在头上钻一个洞 然后往里面灌酒精 根本就不知道这酒精能够灌到什么地方 全凭着医生的经验 只能说当时的患者确实相当具有奉献精神 当然在之后的手术过程中 莫尼兹也在不断的改进技术 他也发现用酒精有点危险 所以后来他放弃了酒精 直接把一个细长的工具伸进洞里 凭借自己的感觉找到鹅叶 再利用工具末端的小机关 把鹅叶都破坏掉 之后再吸出来 这种方法其实也挺危险的 但是幸好莫尼兹本身 他的经验比较丰富 在他做的这些手术当中 没有出现过死亡的案例 仅仅只是在恢复的效果上 存在着或好或坏的差异 再后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 莫尼兹后继有人 手术的方法被进一步改进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亨利所经历的那种手术了 不再在头上钻动了 而是直接把工具从眼球上方插进去 伸进脑子里破坏掉鹅叶部分 然后再吸出来 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恐怕很难相信 在仅仅60多年前 人们竟然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去治疗精神疾病 其实现在在网上仍然可以搜到很多当年的这种脑额叶切除手术的视频 看起来是挺血腥的 那么为什么这项手术在今天它会变得臭名昭著 备受指责呢 很简单 第一 它的操作方式太过粗暴野蛮 有点反人类 第二呢 是因为这种治疗方法其实根本就起不到效果 那些通过手术啊 变得性格冷淡 变得呆板的 并不是因为治好了 单纯是因为他们的额叶被切了 这导致他们失去了相关的功能 不光是冷淡 他们整个人都会变成没有性格的大傻子 几乎就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了 肯尼迪的妹妹罗斯玛丽 当年就因为天生的智力障碍 接受了这种手术 结果导致她的智力变得更低了 本来相当于六七岁的水平 手术之后呢 直接变成一两岁了 而且变得严重残疾 生活不能自立 根据统计 在49年到52年间 美国大约有5万人 接受了脑额叶切除手术 其中最小的患者只有4岁 可能这些患者 本来是有治愈的希望的 但是在接受这项手术之后 他们大多数连治疗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很多以精神病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中 比较有名的比如禁闭岛 飞跃疯人院 美国恐怖故事第二季等等 这些作品中 其实都提到过这种脑额叶切除手术 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精神病院 医生们很喜欢做这样的手术 因为一旦把患者的脑额叶给切了 那么本来狂躁的患者 就会变得老实 更加便于管理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其实这样的做法 是完全把患者不当人 而讽刺的是 发明这项手术的莫尼兹 竟然还在1949年 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而这也成了诺贝尔奖一生的污点 后来直到1970年 美国的许多州 才通过立法禁止去做这样的手术 取而代之的是用药物进行治疗 在最后回到我们的主角亨利 虽然他也遭受了这样的手术 但是善良的亨利却依然保持乐观 在他的帮助下 人类对记忆功能的认知 前进了一大步 研究发现 亨利其实并不是彻底失去了 形成新的记忆的能力 其实他还能在前一末画中 形成一些机械性的记忆 比如在研究过程中 亨利经常要做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很简单 对着镜子画图 但是条件是只能看镜子 不能看图 只能根据镜子中的倒影 然后沿着纸上的图形的虚线 把图画出来 这种游戏听起来简单 其实做起来 它是不简单的 对我们这样的正常人来说 也是很难一次就完成的 即便是我们 也需要多加练习 总结其中的技巧 才能一次又一次的慢慢的学会 才能又快又准的把它画出来 但我们想如果是亨利 他来画图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亨利的记忆只有几十秒 这也就意味着他无法去总结经验 每一次画对他来说都是第一次 那么按理来讲 他应该永远都画不好 然而神奇的是 虽然对他来说每一次都是第一次 但是随着画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竟然也能画得越来越好 在做了一百多次相同的画图实验之后 他出错的次数 已经从最开始的十几次 下降到了一两次 有时甚至一次都不会错 这项实验给了研究人员极大的启发 通过亨利 我们才了解到 人类的长期记忆并不是单一的 可以区分成陈述性或非陈述性记忆 当然这些就是比较专业的内容了 但是需要说的是 这些内容都是亨利带给我们的 亨利一生中 接受了成千上万次的观察和测试 从27岁到82岁去世 他的名字在神经科学领域活跃了55年 出现在了一万两千多篇 已经发表的论文中 他的病历和经历 在探索人类的记忆功能时 是一份无价至宝 可贵的是 亨利还是一个幽默的人 他很会照顾其他人的感受 他也很喜欢讲笑话 去活跃气氛 当然这对他身边的人来说 就有点尴尬了 因为他会在15分钟之内 用同样的语气 同样的词汇 给你讲三个同样的笑话 因为他并不记得 自己其实已经讲过这个笑话了 有一次他去麻省理工大学 参加一个测试 和研究员一起出门 可是门刚一关上 研究员忽然发现 自己把钥匙锁在里面了 于是他对亨利说 坏了 我怀疑我把钥匙忘在屋里了 而亨利却对他说 好吧 至少你就算忘了 也能记得是忘在了哪里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足以见得 其实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有时亨利也能感觉到 自己好像是在参与一项 什么重大的研究 但是他并不清楚 到底是在研究什么 研究员经常对他说 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其实很有名啊 你帮我们做了很多研究 而亨利听到这些话 总是很羞涩地问说 真的吗 但是过了一会之后 他就会忘掉这些事情 所以每当大家告诉他 他为医学界做了很多贡献时 他都会很开心 能对别人有所帮助 使他觉得很快乐 亨利天生就是一个善良和乐观的人 美国精神科学教授苏珊娜·科金 陪伴了亨利40多年 可以说是亨利帮助科金 走到了今天的地位 2013年 科金出版了一本亨利的传记 叫永远的现在时 在书中 他感谢亨利对神经科学和记忆研究 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并且把他尊称为 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人 这本书也有中文版本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买来读一读 在那四十几年中 科金经常会问亨利说 亨利 明天你打算干些什么呢 而亨利经常回答 我想是任何对别人有用的事情 这就是那个善良乐于助人的亨利 2008年12月2号 凌晨5点05分 亨利在康涅狄格州的疗养院中去世 享年82岁 作为一个失去记忆的人 亨利在神经科学史上 留下了一段永远都不会被忘记的传奇 请不吝点赞订阅